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来到带有怀旧气息的迪化街商圈 走进她的巷弄里 在不经意间就会发现惊喜 有一家非常有格调的小小舒适店 就静静地用她怡然自得的姿态 在这里当起舒适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 一颗颗充当营养小煎冰的低温烘焙坚果 包裹上焦糖和85%的黑巧克力外衣之后 就是纯素健康的小灵嘴了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显示 选择植物性饮食可以减少动物性 以及野味的摄取 同时可以避免未知的疾病 以及病毒的发生 从荤食跨越到素食的REX 我相信她一定是更有体会 她用她独创的料理 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简单清净舒适 17岁就入行的REX是一位勇于挑战的料理家 从盛餐饮20年来 她非常喜爱在厨房做菜的感觉 后来因为女友提倡用环保蔬食来爱地球 她也从荤食跨越到素食 并且在荤素食材转换之间激发出更多的创意 在过程中不管是找料然后找调味料 还是说我们怎么把荤转素的这个过程中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我不看食谱 我会看料理怎么完成 那些化学变化 然后它的道理跟理论 去想说它的香气怎么搭配 所以过程中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不会说什么 会觉得有很大的挫折 我反而觉得越难做的是 我越有兴趣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过去跟人和开餐厅 到现在自己独立出来 虽然店面规模缩小 但是却更能展现出Ricks理想中蔬食的模样 尤其是平价餐饮的便利性 还有口味上的层次感 都是她想向人推广蔬食美好的重心 像我的料理我就很在意 所谓的无色 无味 就是一定要有 我的一道菜里面可能会有酸甜苦辣咸 就是一定会有层次 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 蔬食不单纯只有菜的鲜味 我希望它有甜味 有一些辣 有一点咸 甚至有一点酸 就是我的每一个入口 跟吃到最后的感受会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很在意无味这件事 所以我会讲说我的东西看似简单 但里面却很复杂 高厘台本身的味道会太香 对 所以会稍微压掉 我们大厘的味道 所以它一定要炒到 会呈现一个较大化的适合 对 我这家店其实要有一种 料理工作室的感觉 就是我想要去认真的去思考 蔬食在变化上可以有多大的变化 然后让来这边吃饭的客人 可以来我这边是有新鲜感的 对 然后因为店又小 所以我可以跟他聊 我的心菜的理念跟想法跟做法 然后甚至我都觉得你可能想要学 我觉得都可以教 所以我开这家店更focus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对 餐点其实是我去做好 这个交流的一个媒介 对 然后所以说心情我觉得 应该说起起伏伏 因为毕竟有时候没有人来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紧张 对 但是只要有客人来的时候 整个心情就不一样 就算今天只要有 就算只有两桌客人 我有聊到一位客人 基本上我就很满足 对 因为我觉得今天有一个目标 至少踏上一阶 这样子 助力在巷弄转角的小小店面 隔着开放式的料理台 REX用五色五味的餐点 跟着每一位来店的客人们 近距离交流着彼此对于蔬食的想法 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爱上吃素 在REX的店里 咖喱是他主力首推的餐点 他利用蔬果天然的甜味 婉转香料不同的特性 熬煮出属于他独具风味的咖喱 基本上我的咖喱的话 因为它 我做的咖喱比较偏印度 然后但又有点日式的感觉 因为其实印度咖喱 它的香料会非常强烈 但日式咖喱它是蔬菜的鲜甜味 对 所以我的蔬菜的比例会非常高 而且我是用全素的 在REX的咖喱里里面 大量使用的高丽菜 菇类 玉米笋 红萝卜 地瓜 还有马铃薯 全素的话就是不能用五辛 又不能用洋葱跟蒜头去爆香 对 所以我的部分会用高丽菜 然后去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炒制 让它炒成比较焦糖色 对 然后它会产生一种鲜甜味 甚至有点酸菜的感觉 对 然后里面有菇类 菇类也是把它炒一阵子之后 然后让它的那个焦糖味出来 把那个菇味去除 本身这个咖喱在熬制的时候 它的那个高汤的鲜甜味会比较香 对 然后我在香料的比例上 就会稍微降低一点 然后不要用太过强烈的香料 比如说芝兰或者是姜黄 对 但是我会用红椒或者葫芦八子粉 这个相对香料性没那么强的香料去 去跟那个高汤的 蔬菜高汤的味道是会有match的 对 然后再加一些些辣 然后最后我会再勾一些酸的 红酒醋的部分去勾出它的酸味 最后REX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加入花生酱 让咖喱更加温存 这个花生酱 对 然后花生酱因为本身油脂很丰厚 所以它可以包住 咖喱所有香料味的那个 不舒服的感觉 刺激感 但是你再吃进去的时候 你还是会感受到香料的味道 一锅咖喱从备料炒制到炖煮完成 需要花费三个小时 REX希望客人品尝的每一口 都能细细感受香料 在舌尖跳跃的层次感 用身体感受食物所带来的美好 包裹着坚果的巧克力豆 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零嘴 但是在外面要买品质好一点的 价格就是会高一点 今天杨开瑞老师就要教大家 在家里制制这个 送礼自用都两相宜的 纯素巧克力豆 今天舒适小时光 要教大家用绝不失败的方式 来做出法式高饼铺里 最受欢迎的伴手礼 焦糖黑巧克力豆 主材料选择口感脆硬的综合坚果 坚果拥有好的脂肪 以及维持饱足的蛋白质 建议使用未经烘焙过的坚果 要用以前在低温烘烤会比较酥脆 使用滋味醇厚又有很多好处的 85%黑巧克力 这类黑巧克力充满抗氧化物 能够帮助降低血压 改善情绪 增加记忆等等优点 而且黑巧克力的苦味 可以搭配甜度高的焦糖 不甜不腻刚刚好 85%代表的是可可固执 加上可可纸的总含量 剩下的15%是糖与添加物 这里使用的是没有乳制品的 若是担心巧克力太过苦涩 也可以选择数字低 糖比例较高的巧克力 食材有综合坚果150公克 二砂糖50公克 水25公克 椰子油1 2小匙 85%黑巧克力200公克 无糖可可粉适量 做法呢 首先将坚果放入170度C的烤箱 拔到10分钟 或者是放入平底锅小火干烙 接着来熬制焦糖浆 后底锅中放入二砂糖水 小火加热 有了水再一开始当媒介 就不用担心会煮焦 轻轻摇晃锅子 让糖水平均受热 糖浆起小泡泡 糖完全溶解时 放入坚果拌炒一下 这个时候先关火 以免温度过高 用锅铲翻搅坚果 慢慢的糖浆会反沙结晶 成为白色糖霜 这个时候再开中小火加热 持续有耐心的搅拌 白色糖霜会再次溶解 成为粘稠的焦糖浆 此时要小心火不能太大 焦糖容易苦味太重 最后拌入椰子油 让坚果不会过于沾黏 也有了香气 焦糖好的坚果 摊平在有烤纸的烤盘上降温 焦糖很快变硬 要快速地将坚果分开 成为粒粒分明的颗粒 冷却的同时 准备隔水加热巧克力 两个锅子间的空隙 不宜太大 以免水蒸汽进入 一开始不用搅拌 慢慢静置等待融化 大约三分之二的巧克力 溶解后再搅拌均匀 坚果放入调理盆 分次少量的裹上巧克力浆 之后将坚果移出 放入冰箱三十秒 巧克力浆会快速地变成膏状 这样做会加速 披复在坚果外层的速度 然后将坚果放回调理盆 重复这个步骤 直到巧克力浆全部用完 巧克力豆完成后 也可以再添加无糖可可粉 多一层微苦的大人味 层次丰富香脆浓郁的巧克力豆 与各式果干椰子丝 一起放入密封罐中保存 肚子饿 想吃甜食的时候随时都有 也就不会乱抓垃圾食物吃了 这道令人惊喜的大人系健康甜点 请各位一定要试试看 哇 每次看杨凯瑞老师做料理 我都觉得好心动哦 尤其像是Rex 他在小小的蔬食店里 隔着窄窄的吧台 跟着顾客交流蔬食的美好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都在用着自己的方式 为蔬食这片天空努力着 蔬果生活质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